今天我要试驾的这辆车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想要看 也是一台我曾经蛮熟悉的车 第二代的 Subaru X3 Subaru XV 是 Subaru 基于自家的 Impreza 轿车所延伸出来的一个 Crossover 车型 第一代的车型在 2012 年推出市场 当时就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啦 原厂就乘胜追击 在 2017 年又推出了第二代的 XV 第二代车型在外形上 看起来可能和上一代的车型相差不大 但是其实它是基于 这个品牌最新的 Subaru Global Platform 也就是 SGP 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在车体架构的杠性上 相比起上一代的 XV 是高了 70% 那么多 那其实这个第二代的 XV 在我国市场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啦 但是这一回我试驾的这个呢 是 Subaru Malaysia 在不久前推出的 GT Version 也就是一个比较运动化的车型啦 所以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前脸造型部分呢 其实就和普通版的 XV 是相差不大的 包括这个比较尖锐的这个 讯黑式 LED 头灯 这个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 然后还有这个 L 字型的这个 LED 热行灯设计 搭配钢琴K 以及有这个风潮式的隔山的一个设计的 这个 Subaru 家族式水箱护照 整个看起来呢就是比较稍微比较年轻化了一点啦 相比起上一代的 XV 而这个 GT Edition 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下方这个部分呢 原厂为它加多了这个 Body Kit 的设计啦 这个前唇呢就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塑胶以及搭配这个霧银色的一个 四条的设计 整个看起来呢就更加有一个休闲风格的感觉 在车侧的部分呢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 XV 的车侧线条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这个架高版的 Impreza 嘛 那这个车侧呢就蛮流线型的感觉 然后原厂为了强调这个 Crossover 车型的这个风格啦 就加了这个双色的车顶顶架 以及加上了这个黑色的这个护板设计啦 这个护板设计是蛮特别的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有点稍微的立体的一个 Texture 然后摸起来其实就稍微比较有粗犷 比较有休闲气息的感觉啦 那至于这个 GT Edition 呢 它这回就多了这个双色的侧裙 以及它的这个 17 寸轮圈呢 设计也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也是 GT 车型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轮圈设计 不过在尺寸上 和普通版的这个 XV 是一样 都是17 寸的 至于在轮胎部分呢 这个 XV GT Edition 也和普通版的 XV 一样 是采用这个 Continental ContiMax Contact MC5 的这个轮胎 尺寸为 225 60 17 打开引擎盖就是 XV 的其中个卖得了 没有错 躺在引擎室里面呢 是 Subaru 引以为傲的 Boxer Engine 这一具 2.0L 的 水平对温引擎呢 拥有这个钢内直喷的技术 以带来更出色的油耗表现 它的最大马力为 156 PS 峰值扭力则是 196 Nm 并搭配 Subaru 自家的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 Subaru 引以为傲的技术 那就是 SAWD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对称是全时四轮驱动系统了 而从这个镜头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具 Boxer Engine 它的重型是蛮低的啦 加上这个 SAWD 的加持之下呢 这辆 XV 其实它在操控以及动态表现上是蛮出色的 至于在车尾部分呢 这个 GT Edition 版本的 XV 也是有稍微不同啦 首先就是这个黑色的尾衣设计啊 看起来是比较有菱角的 一个比较 Sporty 的设计 然后下方呢 也同样的也是有一个双色的 Body Kit 的设计 这个后包围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啊 因为多了这个银色的线条过 整个看起来质感 是加分了不少 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个 XV 它的尾灯组并不是一个 LED 的配置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设计啊 比较立体然后 这个虽然是一个普通的 Chrysalid Light 但是它在夜间的这个辨识度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相比起同级对手啦 我先说一说 我觉得这个 XV 最直接的同级对手是这个 Mazda 的 CX 30 相比之下那就是它没有电动尾门的配置 你需要手动打开 嗯 然后它的这个尾箱容量部分呢 也是稍微吃亏的 因为它的这个尾箱容量只有 345 公升 相比起这个 CX 30 的话是 430 公升啦 所以在数据上就已经是比较逊色了一点 然后在实际上呢 我们这样肉眼看的话其实 它的确真的是稍微比较小了一点 尤其是这个地板 它比较高之余啦 它同时的这个地板呢 也是比较高起来 那其实是因为它下方 有一个 Sperge Daya 的这个 空间啦 这个 Sperge Daya 它不是 Full Size Sperge Daya 而是一个 185 65 107 的 这个比较窄的一个轮胎 但是还是 17 寸的啦 那多了这个 Sperge Daya 就让这个平台高了许多 也因此呢 这个尾箱的这个高度啊 就比较少了一点 然后比较矮了一点啦 那我们再放下了这个行李箱过后啦 我有带来一个大型的这个行李箱 加上一个硬而推车过后呢 整个尾箱基本上就是满了 而且我相信你要把这个行李箱打直呢 也是不太可能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口的这个高度其实 就是这样而已 和外观一样 其实我个人也是蛮喜欢这个第2代 Sperge Daya 的内装设计啦 因为它整个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的感觉 像是导入的这个 Soft Plastic 还有真缝线 而且是一个橙色的缝线喔 看起来就很 Sporty 然后还有这种银色的试板啊 加上中控台的这个设计 全部都很简约 看起来就很年轻化 很动感的感觉 那同时呢 它在这个配备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像是中间上方的这个 这个彩色夜镜显示屏我就个人是蛮喜欢啊 这个有点 WRX 的那个感觉 它其实这个哦 它可以显示不同资讯 包括你的油耗表现啊 然后油温啊 水温这一些等等的 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蛮实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 视线上呢 是蛮旧眼的啦 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些资讯了 同样它这个仪表盘呢 中间虽然不是一个全Digital的仪表盘 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彩色的显示屏 也是可以显示不同的这个资讯 然后整个 设计上的质感呢 非常的日系 很精致的感觉 那我个人最喜欢呢 还是它整体的人工学啦 就是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非常旧手 包括这个空调的炫钮呢 呃 我个人是觉得设计上非常旧手 这个和我车是有蛮像的啦 然后 这个方向盘的这个手感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按键呢 所有都是非常的讲究这个人体工学 同时还有 Paddle Shift 不错啊 那我国的这个 XV 的驾驶座的这个座椅呢 是支援八项的这个电动调整的 所以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其实是比较偏高一点 在视野上呢 可以看到蛮高 蛮远的啦 我个人是觉得 呃 比较小资的这个女生 开这台车的话 其实都能应付到 它基本上前方的这个视野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盲点的 而在中间部分呢 除了有这个电子手刹以外 没有错 这台车是有电子手刹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 Export 以及这个斜坡起步辅助的这个按键啦 然后植物格上呢 这里有两个杯架 然后这里有一个蛮深的一个植物格 同时这边也是有个 Slot 可以给你放手机之类的啦 那这个 GT Edition 呢 最大的改进呢 就是这个唱机的部分了 因为之前的这个第二代 GT 呢 虽然说它有一个 长得蛮精致 蛮大个的一个大尺寸的这个触控屏的主机 可是那个主机呢 就只是萤幕大而已 它的这个Resolution 不高 而且它功能并不多 但是呢 这一回原厂 就为这个 GT Edition 换上了这个最新的 同样也是来自 Panasonic 的这个唱机 这个唱机呢 它就基本上它的整个界面就完全不同了 非常的丰富之于呢 它终于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工能了 在使用上 使用的这个便利性上呢 是增加 增好了许多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稍微 比较可惜的一点 是啦 这个最新的 2020 XV 包括这个 GT Edition 啊 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 iSigh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这个踪迹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稍微比较不足的地方啦 毕竟 最近我试驾的新车 我已经开始习惯有这个盲点真车啊 自动紧急刹车的这些功能了 那这一台 C Segment 的这个 Crossover 没有这个功能 是有点可惜啦 至于在后座的这个空间部分呢 也是我觉得这个 XV 在同机之中啦 比较占有式的地方 首先 它因为它是基于这个 Impreza 延伸出来的车型 Impreza 是一辆 C Segment 的这个轿车啦 所以在空间表现上呢 它的这个腿部空间是非常的宽敞的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现在坐在后方哦 有一个两三个拳头的距离 然后头部空间呢 呃 并不会太过局促 虽然说它的这个车顶是稍微比较流线型的 但是 都有一个拳头多的一个距离 而且重点是哦 它的这个椅垫的这个高度是很高的 所以它能够很 很完美的支撑到我的这个大腿的 并没有因为要营造更好的这个空间感而牺牲掉这个座椅高度 牺牲掉这个支撑性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赞 那从镜头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在这边是放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的 也因为这一台车是这个 C Segment 车型的关系 所以它在这个宽度的空间上是占有优势的 我是觉得基本上后座要放上两张这个儿童安全座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中间甚至还有点空间可以放其他的物品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椅背的这个角度是做到刚刚好的 它好像是不能调整的 但是它的这个倾斜角度是刚刚好的 这个角度我觉得做长途来讲啦 加上这个可以调整的这个 Headrest 这个角度我觉得做长途来讲并不会不舒服 也不会说腰酸背腾之类的 它的支撑性也做得蛮好的 那刚才我就少说了一点 就是这个 XV GT Edition 它是采用一个皮革的这个座椅设计 普通版的XV 是使用布料的啦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普通版的那个布料的设计 那个材质感觉上比较好 这个皮椅就稍微有点硬了一点 其实这辆车在这个内装的整体质感真的是蛮不错的 不过我注意到有个蛮特别的 就是它的前方的那个 Carbon Fiber 丝板是高亮的 可是在后方呢这是一个 少了那个高亮的感觉啦 就前后它的这个 Carbon Fiber 是不移的 有点奇怪啦 但是整体质感是不错的 然后它的这个 前座座椅的这个 Pocket 还有三个 Pocket 是蛮实际的 但比较可惜的是这一台车 这一边没有后座空调出风口 这个在我国就有点 输了一点啦 这台的 Subaru XV 呢 它所搭载的是 2.0L 的这个 Boxer 自然进气引擎并搭配 CVT 无动素变速箱 至于动力表现如何呢 同样的 我又来到了这个 Gombak 的这个 Karat Highway 那先过一个 Toe 过后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加速测试好了 踩完油 20 30 40 50 50 60 70 80 90 100 OK 其实这一款第2代的这个 XV 呢 我之前有蛮常开到啦 那对于这一具 2.0 的水费对卧 自然机器引擎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部分我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无论是日常驾驶也好 又或者是高速在高速公路行驶 巡航方面呢 我觉得蛮饱满的感觉 甚至之前我试过我开车我会觉得我试过在一些路段的时候我追不到这辆车 因为我的车有 Turbo Lag 啦 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一具 Lineartronic CVT 变速箱的 关系 因为这一个 CVT 呢 它虽然名字叫 CVT 但是 Subaru 把它调教到我觉得已经是可以 用成功 cosplay 成一个 普通自拍来形容了 因为它的这个 呃 CVT 呢 我在踩着油的时候啦 它会有那种 模拟换档的感觉 基本上平时这样子普通开的时候它就是处于一个2000转左右的一个区域 呃很宁静之余呢 你要需要额外的动力的时候啊你踩大油大家可以从 镜头上看到啦它其实就是马上 会有一种降挡的感觉 然后 蹲牙了过后就 拉高转 它甚至我有试过拉到一个6000转然后接进红区然后再做一个净牙的动作 掉到一个3000转左右再继续 那个转速再继续上升 整个感觉就是很 呃自拍的感觉啊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呢就会让你有一种 哦这辆车有加速感的那种感觉啊很有动感的感觉 并不会像一般CVT就是你一踩大油 呃这样然后没有那个加速感你就觉得这辆车好像 没有力会有种没有力的错觉 它的这个模拟换档方面做到非常的出色很逼真 所以整个体验整个加速的体验感觉是很好的 也让你有一种比较有信心的感觉啊 不管是上斜波也好啊超车也好啊 然后加上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动力还是不足还是不够满意的话 它有这个Pedal Shift Let's say好像我现在退一个档 它就会一直自己把那个转速去拉高 OK在你做这个Pedal Shift 退档的动作的时候呢这个CVT它的这个真面目就稍微有点跑出来了啦 就是你会听到这个 呃这样的声音 OK下雨了 如果声音稍微有点嘈杂的话大家敬请见量啦 那接下来我就要讲这台车发光发热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底盘表现 这个第二代的XV呢它是基于Sobaru最新的SGP平台打造 那这个平台啊 它宣称是比上一代的那个底盘高在杠性方面是高了70%啊 老实说我开着这台头我真的有感觉到这台车的杠性很好 它的整个那个底盘车体的感觉很扎实啊很一体的感觉 加上啦它有这个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的这个全驱系统 整个感觉就是这辆车很 很稳定 然后很咬地的感觉 普通驾驶的时候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我曾经有试过开到一个百六百七试车 很稳定的同时呢 你不觉得你在开着百七啊 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你好像开着百三百四这样而已 当然这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台车的这个NVH方面呢 其实是相当出色的 它的这个CVT哦我真的是要开到百六百七我才稍微听到一丝丝的这个CVT noise 呃我在普通 百一百二这样子巡航的时候啊基本上你会觉得这辆车很宁静 隔音很好的感觉 它的这个悬吊部分呢其实是比较偏向运动化的 但是因为这台车是crossover它驾高了 然后它的这个轮胎呢又用上一个65 厚度是65% 225的65%的一个厚度 所以是蛮厚的啦 也因此呢在很多时候啊我在做过那种 比较稍微比较不平啊的那种烂路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底盘它很扎实 然后过这种路段的时候你是觉得这辆车是很steady这样子过很稳的这样子过 它的这个轮胎又可以完美的过滤 路面上所有的震动 整个感觉就是这台车很稳但它同时又很舒服 而侧倾方面呢尽管这辆车已经 加高到它的这个离地间隙达到了220mm 这个哦如果你时常遇到散电水载的话 这个220mm也是一个优势啦 OK那因为它加高了那么多 基本上我就觉得我是在开着一台加高的hatchback 因此整个过弯表现方面呢 在普通开过弯的时候啦 它的侧倾其实不是很明显 当然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有这个AWD的 关系啦 你会觉得在我过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 四颗轮子是完全 咬着地贴着地这样子过的 坏的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云顶的山脚 所以我现在就要直接 用行动 来 诠释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OK在上山的时候 这个CVT的这个 拉高转的这个 noise 就稍微比较明显了一点 因为现在有点下雨然后这辆车所搭配的这个轮胎 是这个continental的这个contimax 其实它的抓地率是相当普通的 但它主要我觉得它的这个卖点 它的这个优点是它很宁静 这个轮胎真的很静我基本上听不太好有什么胎噪声 因为现在 路滑啦 所以我其实也不敢开太快 但是 我过这个第1个弯的时候 车尾和车头的响应完全 说明了这是一台All-Wheel-Drive的车 它整个就是很贴地 稳稳这样子过的感觉 这一个盒开着那种 稍微比较强调运动化的前驱车 比如说Mazda 它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Mazda是给你一个很灵活很 活泼的一个 动态表现 Subaru它用这个All-Wheel-Drive 整个感觉就是 你过弯的时候很稳定 可以来到这个弯的 那同样的因为路滑的关系 所以我不能踩太快 但是 在过弯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感觉得到这辆车 它无论是它的这个车体架构啊 还是它的这个底盘啊 以及它的这个All-Wheel-Drive系统啊 其实它都是hold得到的 唯一hold不到的是这个轮胎 真的是稍微有点滑了一点 基本上当这个轮胎hold不足的时候啦 基本上当这个轮胎hold不足的时候啦 这辆车它给的反应是 推头 然后 那我要称赞的是这辆车 就算有了这个 全驱系统啦 相比起前驱 或者是后驱啦 可能它会稍微比较 通常啦 都会比较不灵活一点 在体态方面 但是呢这一台车 它还是可以用灵活来形容它 加上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 精准 然后很直接 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它 丝毫不输一些 以操控 著称的 对手 包括在我在这个S1上面啊 其实 尽管路上有点湿滑啦 但是 它的整个线条还是很完美的 那同样的我不敢踩太大油 因为这个轮胎真的是 抓地力不是很好 很明显有感觉到在水上飘的感觉 尤其是过这种急弯的时候啊 我觉得它的这个后轮有一直在很努力的在抓地 当然这个 SYMETRICAL AWD 它 加上这个SGP底盘啊 它出色的不止在这个很 很好的一个循迹表现 很好一个动态表现 这台车啊 基本上如果你要开去那种 做一些轻度的越野它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之前我曾经有参与过这个SUBARU Malaysia所举办的这个 FORRESTER的 试驾活动 媒体试驾活动 当时他们就直接带我们去那个 ATB的那种越野场地 直接试告这台车的这个底盘 当时 我们真的是有吓到因为 那个时候FORRESTER同样的底盘 和这个XV是同样的底盘 然后 系统动力配置也是完全一样 它真的是有 hold到那些越野的路段哦 这一点我觉得它的这个OUX SYSTEM在 传输动力方面啊是做得很出色的 我是有吓到的 我相信这台车如果换一个 抓地力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性能胎的话啦 它在这种路段 应该是发光发热的 其实刚才我在过这个完的时候因为积水的关系 因为这个轮胎抓地力的关系呢 刚才它是有点稍微飘了 但是 它的TRAC 即时介入 把车子拉回来 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啊 这方面 OK 我一踩油它就马上这样打 就算你看现在斜度已经是6度了 我觉得这个screen真的很好 这个 这个资讯真的是很好 它让我想起了那种 以前那种比较硬派的越野车 像Pajero啊 Prado这些 它有这个东西 OK 我现在斜度是5度 但是我只要踩大油 它并没有那种 动力空窗漆啊 尽管它是EGNA引擎 它的这个头枕其实蛮特别的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功能了 就是它的这个头枕可以这样子调整的 可以分段式的调整 这个功能 以往是出现在一些豪华车款上啦 但这个 Subaru 它有这个功能 还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整个驾驶坐姿 就是 像我之前讲的啦 刚才讲的就是它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你在视野方面是 可以看到很远 然后包括看到这个车头 就算你 身形比较较小 你也可以 很轻松的应付到这辆车 全新的这个 2020 Subaru XV GT Edition 在我国的售价为 143,788 令吉 它多了360度的全景摄像 然后多了body kit 多了自己的一个17寸轮圈 还有皮革座椅等等 在配备上是比较奢华一点啦 包括这360度全景摄像头 我个人是觉得蛮实用的 那它的对手有谁 就像刚才我说的 在技术上的同级对手 就是 Mazda CX 30 了 那我觉得 看上这台车的这个消费者 同时在价位上 他们也会拿这个 Honda HR-V 来做比较 相比之下这个 XV 有什么卖点呢 我觉得它的卖点就是 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更加的出色 同时它又带来一个很稳定以及操控 出色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驾程表现 加上它的这个全时四驱系统 它的循迹表现非常的出色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轻度越野的话呢 这台车肯定是比其他对手还要更加的适合的 但是它有什么短板 它的短板呢就是刚才我说到 就是这个尾向的空间真的是稍微有点不足 尤其是相比起 这个 HR-V 方面 H-V 就真的是完全淫满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没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这个 相比起 这个 CX 30 也是稍微输了一点啦 但是 CX 30 它的这个 后座的空间表现就稍微比较逊色了一些 所以到最后呢 那你应不应该考虑这一台 XV 我觉得 到最后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个人需求是什么 假如你今天 需要的是一个空间 内部空间 乘坐的这个空间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 XV 是蛮适合的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是这个尾向空间的话呢 可能这一台车就会稍微比较不适合你的一些 而在保养的部分 根据我们从原厂所得到的资料 XV 平均每一次的 Service 大概就于 400 多到 500 多令吉 之间 但是目前 Subaru Malaysia 有提供三年的 Free Service 配套 这一方面算是省了不少 至于在轮胎方面 XV 采用的是 17 寸的轮胎 但是因为它的尺寸比较特别 所以在价格方面 一条大概是介于 400 到 500 令吉之间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最新的 Subaru XV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这个试驾影片再见 开始下雨了啦 记得 不要忘记 按照我们的这个影片 分享还有最重要的是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真的是要下雨了 OK啦 就这样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